我爱满堂菜我就爱乐呵 我爱满堂菜我就爱乐呵 打开中央松桃让他给你喝个乐呵 乡声小平同书单心大不少 我爱满堂菜我就爱乐呵 我也不想想的 我们前一个葡萄树 现在这首歌就是大演势 你就像那gress果 partially可以 咬好我这么听了 我们为这款状牧名为gay 博书车的身上一定有什么气stick 像刚刚 一样 중har 久不像当当 我不想我不想唸他 让他随 FT就不为之王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让他 我宁愿一遍都没有他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让他 等到后我就会去他 我想爱的他 想爱我的他 你别走不想他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让他 等到后就会去他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让他 我宁愿一遍都没有他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让他 等到后我就会去他 我想爱的他 想爱我的他 你别走不想他 我不想不想让他 等到后就会去他 我不想不想让他 我宁愿一遍都没有他 我不想不想让他 等到后我就会去他 我想爱的他 想爱我的他 怎么会爱上的他 再次掌受欢迎三位 你们太棒了 我也不想长大 我听你们的歌我永远不想长大 我永远像他一样 八岁 那得多好啊 这不想长大的三位 我想问一下 您不想长大 您今年高寿啊 我还年轻 我是七零后 七零后 七十三岁 七十二岁 您不想长大 您今年 我是八零后后补 七十九岁 哎哟 刘碧亦老师 您不想长大 李光熙老师 您今年 没法子 我今年八十五 怎么叫没法子呢 哎哟 这不想长大的三位 真看不出来 我不是夸年 您最近越来越小了 我本来就小 我们是两位老大哥 我是最小的 你在他们当中是小的 但您越来越年轻了 您不觉着 我不想长大吗 不想长大 都不想长大 是吗 我告诉三位 最好的一个法子 笑一笑 十年少 我爱满堂彩 就是送给大家笑声 送给大家快乐的一个节目 今天呀 特别想请三位老师 跟我坐在那 咱们一块跟大家 看相声 听小品 好不好 看相声 听小品 听小品 看相声 那也不对 听相声 看小品 这还差不多 再给大家笑声 我希望您进来的时候 85 初七的时候就58了 您进来的时候 七十三 三十七 三十七必须的 您进来 我又别变了 我七十九出去 变九十七了 最复仇 你七十九进来 二十七出去 必须这样 当我们一块回到小时候 好不好 几位老师 你首先听一听这一段 童年趣事 有趣 其实发展到现在 相声它不是城市化的表演 说我们俩人这背词啊 下午当当当 那词 晚上这对 对完了上台给大伙演 这怎么样了 过时了 相声是什么呀 现在什么样了 聊天 没错 说到聊天啊 我跟大伙交流一话题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就今天早晨发生的一事 我呢 邻居家有这么大点 一小男孩 这小孩呢 爸妈工作也忙 就爷爷奶奶呢 看着 在这楼下早起 在这跑 我们另外一个邻居家呀 养了一特别大的一狗 叫这个 叫萨 有各位朋友知道 叫萨什么也不是 叫萨摩 对 萨起码 萨起码是狗吗 家养这么大一大点心 没听说 萨摩那狗 萨摩 就是 又白又大 没错 也不酸 也在这楼下的草坪上跑 在那转悠 这狗一跑一转不要紧呢 他围着这孩子跑啊 孩子这奶奶 北京老太太 大家知道 北京老太太的嘴啊 怎么着啊 不让人 一瞧自己的小孙子呢 这狗围着跑 老太太话里话外 拿这风凉话呀 干嘛呀 点这狗的主人 那得说两句 我给大伙学学啊 好 哎 哎 咱 哎 哎 哎 这这这大伙 这这你们这都瞧的嘛 瞧的嘛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现在我告诉你 你有那人 那么素数就低 哎 哼 这还说着那么低呢 我告诉你 真的 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不是我这老太太胡叫蛮缠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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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跟你说 咱们这孩子 家家都一个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那狗你不拴 你咬着孩子 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 你咬着吗 怎么老有这伪 伪呀你想 弄的这狗的主人 我这大姐呀 特别扭 小陈你说 就是 我们这狗 把养到现在没咬过人 再说天天在这撒 怎么今儿就起了老太太 下回就拴上点就完了 无缘无故打一架 对 由此我就想到 这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啊 现在呢 放在手里 怕丢了 是 含在嘴里 怕化了 就这么心疼 娇生惯养啊 没错 而且现在有好多这词 这个好多培训学校 爱用这话 叫什么呀 说别让您的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 有这么一句 我就奇怪了 既然是起跑线 还没跑呢 有什么输赢呢 万一那孩子往回跑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 真是时代不一样了 时代不一样了 我再想想我小时候 咱们小时候 在座的七零后 八零后居多 还有一部分 可能七零后还往前了 就我们那代人啊 像八零后吧 八零后怎么样 散养 什么叫 散养 就是那孩子出里跑 也没人管 就在街上玩 而且那时候那玩具 也很简单 是 现在小朋友买个玩具 动辄两三百 这是次的啊 好的好几千 真是成千上万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的玩具 特别简单 你玩什么你说 我要说一种 大家都知道 一把大米 六块布 这甭说了 这个 有知道的吗 砍包啊 这是 都知道沙包 对 沙包这游戏啊 人家有小孩鼓励 孩子玩啊 他开发这个男孩 女孩的特点 什么特点啊 这男孩玩这沙包 什么特点 就坏 是啊 你有句话说的好啊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这形容小孩 这么大小 这小男孩就坏啊 是啊 拿过这沙包来怎么办啊 真使劲 真使劲 什么样啊 但是他不是得谁打谁啊 那他砍谁啊 这玩沙包的里边 嗯 哪个小女孩长得最好看 哦 这沙包他打谁 长那漂亮的 卯足了劲啊 就是那漂亮的小姑娘 哎 哇 啪 这有个仇是怎么着 就这一下 嗯 正打着这小姑娘后腰上 哦 小姑娘一捂这腰 哦 这是砍疼了 这一看就是 男孩的特点 嗯 你等这女孩什么毛病啊 女孩呢 你看那小女孩拿过沙包来啊 嗯 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啊 嗯 他知道那小男孩觉得他穿这花裙子好看 哦 哦 指那男孩四气飞气的劲头 你再学一会 我给大伙学一下 哎 喝 哼 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 那怎么办呀 哼 看我打你 哎 别躲 哼 哼 哎 我好 有气无力 不是真打啊 对 所以您看这样的游戏 嗯 现在少了 哎 根本没人玩了 但是这跟现在这个背景有关系 现在马路上车太多了 没错 确实危险 是 你除了这个游戏以外啊 你再说一个 踩游戏 嗯 踢箭子 踢箭也好啊 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 哦 这男孩怎么踢这箭子啊 这男孩啊 那瞎踢就坏啊 瞎踢又上房了 拿我这箭子来 你别学男孩 你学不像男孩 是吧 人家来这姑娘 我们就爱看这个 哎 女孩踢箭子 手眼伸发布 是 中规中矩 拿我这箭子来啊 哎 这一颠 你看那样 你看 扔起来 嘿 你看 微妙微笑 美极了 是是 童年的回忆啊 嗯嗯 还有一个游戏 现在也没有了 还有什么呀 我记得我小时候 北京的夏天啊 哎呀 这有枝了叫 哦 啊 有这个蜻蜓 喝 俩树上拴着那皮筋 哦 小女孩都跳皮筋 这倒是 北京当地有种跳法 嗯 不单跳 还怎么样啊 口诀 有这歌谣 好多阿姨我恐怕都会说啊 嗯 小皮球 香蕉梨 是 马莲开花 二十一 没错 二八二五六 二八二五七 二八二九 三十一 背的真熟 有这个吗 这确实有 这个步伐我 大概齐啊 哦 大概齐我给大伙跳两下 想您学一大概的 大概齐的意思啊 怎么样 应该是这么跳的 嗯 小皮球 香蕉梨 马莲开花 二十一 二八二五六 二八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 九一 对吧 你学这个可不是大概齐 哎 你这课程光盘能当教材 你这个 好 好 你有没有点杨刚的记忆啊 小时候啊 啊 我妈不让我跟男孩玩 哎 哇 所以就长成这样 什么 也不是啊 就说那个小时候呢 游戏就质朴 哎 过去就这样 再有我记得我小时候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啊 还有什么不一样 我记得我小时候俩孩子要是说实在不行发生争执 有点矛盾怎么办呀 不打架 那干嘛呀 俩孩子说说歌谣 哦 过过嘴瘾就完了 这事能过去 举例子啊 哦 我们俩闹别扭了 嗯嗯 那时候得歌谣互相攻击是这么说的 你学一个 拉大剧 扯大剧 老了家里的唱大戏 就是不带横棚去 哈哈哈哈哈哈 一人一聚敢吗 有啊 嗯 三岁的小孩穿新鞋 背着书包去上学 老师嫌他年纪小呀 背着书包往家跑 跑跑跑不了 了了了不起 起起起步来 来来来上学 学学学文化 画画画读画 读读读书馆 管管管不着 招招招大火 火火火车头 你妈是萝卜头 这是跟我说的知道吗 啊 你太缺德了你这孩子 不是我缺德呀 嗯 就小时啊 充其量最大的账 就这么大 也就这么玩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差点 而且你再看现在这个教育也是 教育就是 我们就是到了岁数就上学 哦 六岁上学就完了 是 现在这孩子从三岁就学呀 哦 叫什么那个早教班 是 好多孩子学音乐 嗯 今天咱有声乐边的艺术家 大家了解呀 对 就得够岁数再学 是 三岁小孩 我们家的邻居 学什么呀 非让小孩学那个叫什么 啊 手锋琴 哦 这非手锋琴 少说三十多斤 喝 这三岁小女孩 哪儿背得住他呀 啊啊 刚做小本顿啊 是 刚把这手锋琴捆好 大 哎 哇 以后连打击去吧 孩子这撅着呆着 对 多受罪呀 嗯 而且我们那时候上学呀 正常学习就可以 学的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 哎 你比如说语文课 语文 汉语呀 对 咱母语都上语文课 是 就学着祖词 就完了 造句 是 就完了呀 嗯 那时候我成的品学兼优啊 他不行 我稍微大一点 瞎造 嗯 那时候老师 我记得让拿这个偶尔 哦 偶尔造句 确实有这么一个 哈张嘴 好什么好 给大伙拿偶尔造一句 哎 我什么样呢 下雨了 啊 我们家的苏树上 对 长出一个大偶尔 那是偶尔吗 那个啊 木耳 那是木耳 哎 再换一个 嗯 糟糕 这个怎么样 一下雨 这天气很糟糕 这就完了 张嘴就来呀 我怎么糟的 过生日了 啊 我爸爸给我买一大糟糕 哎呀 是够糟糕的 后来老师一看实在不行 对 干脆 好吃 哎 这简单多了 记不住别的 你记个吃总行吧 这行吗 好吃 哎 刚才都当糕很好吃 就完了 好吃怎么糟啊 好吃个屁 别说了 我其实挺喜欢刚才这个项目的 70后 80后 都有这样共同的记忆 砍沙包 什么跳皮筋 然后写游记 都有这样的记忆 那我想问一下最年轻的我们杨老师 您是几零后 我是70后 不是 我说跟你 哪年出生的 我是41年出生的 73岁 40后 40后 您童年有什么有趣的记忆吗 刚才他们两位说的那些游戏 我都没玩过 没玩过 没见过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做曲曲 做曲曲 哎呀 我家里摆了好多的小罐 个子不一样 大大小小的曲曲 和油壶乳 都放在里边 没事跟小朋友们在一块斗曲曲 挺很有意思的 另外就到山上去抓姑姑 抓姑姑 家里放了好多姑姑 吵得晚上睡不着觉 天刚一亮就哗哗叫唬 哎呀 有时候半夜才叫两时 我知道了 怪不得到我们那80后以后 找不着姑姑曲曲 在哪里 成年您那时候抓姑姑 抓姑姑 哎呀 这姑姑我想说也玩过 是啊 但七十确实没玩过 那您是几零号 我呀 我今年不80后补吗 80后补 79了 79是 79是35年的 那哎呦 30后的 哎 35年 这就是 您是怎么 红军长征到延安那年 呦 我出事了 天哪 那30后的 我们的老先生是怎么过童年的 您那童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我那童年比 比红基 那个玩的大点 多说 还没弄长 它那不是蛆蛆吗 我那是照螃蟹 照螃蟹 比它那10倍 一照 一照它就出来吗 拿个灯 拿个那个 带玻璃罩那个码灯 哎 那个小小小伙伴们操一块 到那个河沟旁边啊 夜里 夜里头 夜里头 挖一个 挖一个坑 把这个小坑跟那河沟中间挖到槽 把那水引过来 然后呢 在这坑中间 勾开大石头 把这灯就坐进石头上 我们就标上玩着玩着玩着 你就听着一会儿 那个玻璃罩子 那个螃蟹就往上爬 它找亮 然后我们就把它拿过来 往袋子里扔 接着玩 一会儿捏着啥啦 您那种 您说的描绘的这个情景 我在作文里看见过 但是真的 我们自己确实没有亲身体验过 这个玩意还真好玩 你也甭太费劲 也没多少技巧 这螃蟹抓回去能吃不 能啊 那么抓回来 这有事有 可以改善这个伙食啊 第二天 您看看 比锅儿不好 那您是几零后 我是1929年生人 20后 1929年 大家是怎么过同典的呀 我们也有乐趣 我能听收音机 那么从收音机里边 发现了自己的最美好的天地 听到各种戏曲 音乐 惊喜等等 所以我现在 能够唱几段惊喜 或者是大鼓曲 就是那时候学的 您看看 今天正好我们 我爱满汤 才是一个曲艺类节目 好啊 您不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怎么能放过您呢 好的 您给大家带来一段什么呀 大家知道 古界大王 京韵大国 刘宝全 对 小时候特别喜欢他的唱 我下边为大家演唱一段 这个《西香记》 压伙红娘进闺房 劝小姐这段唱 好 走着 这不杨老都这么听了 您还长呢 胡叔叔的身上一定有什么机关 我算计是不是还每周 带你到新发地农贸市场 去烧饼一下 大家看像吗 咱们牵一个葡萄树 我爱满汤 我爱满汤 才我就爱满汤 我天小雨的 叫我把我的姑娘叫 小鸭花儿就答应了一声 走进了姓房 我说我的姑娘 您了人家是喝酒啊 在不安车是吃饭 您了不爱吃烙饼啊 我给您做一碗汤 您了爱吃算吧 给您做多的早上一点醋 要爱吃大的那个多切 见我后的姑娘 您了是闲咱家的厨师傅 多得饭了不得得得味 小鸭花儿我呀 就玩玩袖子 挤上了尾裙 我下趟库房 我给姑娘 饮了所有饭 鲜不得 担不得 那不得得又不咸来又不担 八宝一碗牛猪菜 专在鸭花儿 专在鸭花儿 我的姑娘您看着 那位姻姻说呀 你所讲的什么赤色的 穿着戴着腾着摸着摸着 引着逗着 瞧着看着玩着落着 姑娘我这儿全都不安 我的傻丫头 我叫你去到送香 给我去请了那位长郎 说是咱们俩请她呀 一不打地狂 二不跟她借上一条档 借她的芝末和烟花 挑个药桑 她要问姑娘我呀 德顶是什么样的病 陪你就跟她说 白天我收点 住我的夜晚 长到了点脸 两位老师我刚才听 养这位养老都这么听了 您到台上听 知道您今天来 而且要唱曲艺 您那有一位邻居坐不住了 您知道吗 您知道您邻居是谁是吧 我这一位 何云伟 哎呦您怎么跟她做邻居呢 她坐楼下 真哪呢没吵着您吧 没有没有 哎呦那声音激疗激疗的 不知道能不能吵着您啊 那何云伟 你老师都唱了 你还不出来 看看今天何云伟和谁搭档 来一段相声 刚才啊李光夕老师唱了一段我们曲艺当中的曲种 叫精韵大鼓 哎 这个节目也好 唱的也好 大西香 是 要求演员那个嘴皮子呀 得相当的利索 哦要求这嘴里要有劲 有劲呢 对 因为这个大鼓里边啊 有很多的呃话音 是啊 你比如说吧 人字 后边加一个呃 这念 人 人 神字 加一个呃 这念 神 你听听 人 神 门 盆 是 都有呃话音 是是 哎 你要是说嘴里有毛病 大舌头咬舌 见舌啊 您甭说说相声 怎么呢 唱大鼓也唱不了 哎 这不见得 啊 这不见得 这大鼓 这头一句 二八的俏家人 是 懒书庄 崔英英得了 不大点的病 是这词 二八的 那位俏家人 懒书庄 崔英英得了 不得 这 冰 嘴里得了 不得 这 冰 嘴里得 这历 事情 跳 你要大舌头一串的可乐了 这怎么唱啊 二八的不唱二八的 怎么 怎么唱 二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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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要求演员嘴里头啊 他得讲 得有基本功 我还喜欢唱 您是擅长唱 尤其是今年是马年 对啊 马年说马 马年唱马 没错 尤其是戏曲界啊 姓马的艺术家太多了 那是名家辈出啊 没错 我最喜欢的就是马林良 那是京剧大师啊 大师 对 唱相啊 华丽 尤其是这个流水版 悠悠荡荡的那么好听 那那今天这个机会太好了 怎么着 大伙儿鼓掌欢迎 让他学着这个马林良 怎么样 怀和营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胡言乱语 怎么能赞在长安 是你哭啊 大伙儿为什么 是到日记耳耍煎花 左手拉直了 李左臣有手在 把乱不拉 三人同 把那鬼门 不安上爬 好 学得还真像 我学就是学人一点皮毛 您欠许 马先生为什么唱得好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讲究 不仅唱得讲究 你比如说服饰 要求的是三白 哪三白啊 领口要白 水秀要白 靴底也得白 多讲究啊 那服装讲究 配戏的演员就更讲究了 是吗 五虎上将 给马先生配戏的 都是精英 个顶个的都是流派的创始人 都哪五虎呢 都是棒马林良先生的 都是名角 五个人嘛 谁呀 有赵丽荣 新凤霞 还有魏荣源 有这个喜彩莲 还有张德福 别往下说了 您说这几位 他都是平剧演员 没错啊 跟马林良 马先生配戏 给他们配戏啊 尤其是那个夺印 水香三月 唱得浑厚 您记错了 那个水香三月 不是马连良 那是 马泰 谁 马泰 瞧我这脑子 我想说雷达 你想说什么呀 马泰 你想说马泰 马泰 马泰差不多 你可以着急 说错了 我说的是什么呀 马泰 因为我最爱的是马泰 哦 您喜欢马泰 我最爱看的是马泰 喜欢清除了 尤其这个水香三月 那浑厚嘛 是吧 水香三月 风光好 风着枝枝 把背摇 沿途庄稼 当地好 风吹买浪 永不逃 好 还别说 没错吧 您这马泰学的也挺像 没错 我最喜欢的就是马泰 那错不了了 但是我说一句话 您别怪听 什么话呀 过去的老演员 所谓的老艺人 就是文化都差一点 得有局限性 马泰老师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 为了更好的表演人物 马泰老师找了一个伴侣 为他帮助了不小 伴侣 伴侣叫这个于秋雨 他们老两口子 没事 就研究这个细文 是 于老师也很 算了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马泰 马泰 跟于秋雨 对 他们老姑母俩 还老姑母俩呢 老两口 不用解释 这对得上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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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泰 男的女的 啊 马泰 男的女的 女的 他们都说是女的 马泰女的 刚才 水像三月 这多粗子嗓门啊 这叫声音的变化 变声嘛 变声 变声 对对对 没问题 肯定是 变声 肯定是 后来这个马泰老师 把这个女驸马也恢复了吗 女驸马吗 女驸马 对 没错 您说说错了 我又说错了 女驸马 那不是马泰 那是 马蓝 谁 马蓝 那 瞧我这脑子 可不是吗 是吧 我最爱看的 谁 是马蓝 这会又马蓝了 没错 那个电影 那个女驸马 是 是 是吧 他给恢复到舞台上了 那不是他唱的 唱的好听极了 对啊 黄梅戏 是 为酒里朗 李家园 水了黄帮 种庄园 种庄园 捉红袍 帽茶共花 哇 啊 好喜喜安 啊 就不用跳了 这水秀 这水秀 为什么这么好的身段呢 学的好 得益于名师 哦 哎 你说这个马蓝老师啊 为了更好的表现人物啊 啊 尤其这个动作什么的 对 拜了一位京剧名家 啊 谁呀 梅兰芳先生 哦 梅大师 梅大师 哎 你说这个马蓝先生 是 到现在了 90多岁高龄了 仍然演出 啊 木鬼鹰挂帅 扎扎大靠 下乡一年呢 得演呢 好几十场 不犀利 还不 这是奇迹啊 这是什么奇迹 90来岁了 还往下说呢 啊丢人了 谁呀 你呀 我怎么了又 他90多岁 没错 90来岁啊 木鬼鹰挂帅吗 那马蓝会90多岁啊 嗯 那木鬼鹰挂帅是马蓝啊 马蓝啊 那不是马蓝 于秋雨 反正不是马蓝 叫于秋雨 行了 唱不是老两口的吗 我告诉您吧 唱这木鬼鹰挂帅的啊 叫马金凤 谁 马金凤 对 我真爱看马金凤 你行了 你活动活动吧 我真爱看呢 是吗 我真爱看 你倒不喜欢马蓝莲梦露啊 哈哈哈哈 他那唱我来不了 关键 是吗 他玉句对吗 对啊 对吗 对 伪大师看了他的木鬼鹰挂帅 是 把这个玉句 移植到京剧舞台上 嘿 唱得好啊 尤其是这个马金凤老师 嗯 90来岁了 是 啊 真是 不见当年呢 哎 真是一个老将 啊对 尤其是他那个木鬼鹰 唱起来 饥饿 嘴皮子也利索 对 啊 这不好来 不好来吗 不好来 那您 马派 这也是马派 那您唱一唱 这 有没有外 哎 有没有外啊 咱们听着这个 你要宝贵 啊 外啊 山上 爬 如同 雷 黑 阵 云 天 国 书里走初来 我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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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子七 走走走走走 飘如雲走 斗大的墓子真啊真乾坤走 賞啊賞謝國走 混啊混天好走 墓師鬼黑影走 誰了我 我五十三歲 有关沙罕春啊 您回来吧 您这是马金锋 我这是马德华 竖八戒 继续真的是绿大拇指 我是喜欢 真好 守着这么好的邻居 我能够多学点东西 那你是个歌剧行李 你们这跟李光鑫处得怎么样 非常好 真的 经常看到李光鑫老师 出去买菜 给我印象最深的 到这玩意就去他们家 有时候还骑自行车呢 老人家都八十多了 还骑自行车 身体棒极了 有的时候骑自行车 有的时候大拨小拨的 你就没大拨手的 你搭手啊 你够得着了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几位老师做个游戏 就是看看你们的默契程度 没问题 可不可以 没问题 可以 几位台上听 好 游戏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特别简单 大屏幕上会出现一个词 然后第一位 回头看一眼 您明白了哈 明白了之后 您笔活给第二位 然后 那么李老师呢 您笔活给第三位 笔活给我 最后我呢 笔活给 笔活给杨老师 杨老师 好了 就看看四位的默契程度 究竟怎么样 好不好 来 第一个词 我们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好的 刘炳一老师 明白了哈 好的 接下来 一个歌名 四个字 诶 杨 您明白了吗 一个歌名 四个字 来 到我了 歌名 这是哈 这就完了啊 不能说话啊 来 你比划给杨老师看 来 预备 杨老师在这儿呢 这不算 春天柳枝发芽了 这是一个名 你还长呢 是不是牛仔很忙啊 我觉得你脑都成这样 春天都发芽了 哎呀厉害厉害 这还不算是牛仔很忙 我刚才在那琢磨 我就想试试 我真不知道什么名字 你这不知道是牛吗 我以为是长跑呢 你听说过这首歌吗 我倒是知道 我还就知道这么一个通俗歌曲 您会吗 您给我们唱几句好不好 我现在可能想不起来词了 牛仔很忙 您会唱啊 周杰伦的牛仔很忙 来 走 不是我唱的已经不是周杰伦的了 杨红基的牛仔很忙 来 我拉拉拉拉火车底 谁说奔腾的马蹄 坐轮墙就是大火机 为了我欢迎你们跟我合影 不要麻烦了 不要麻烦了 牛仔很忙 快要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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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要难倒您 您第一个 您第一个 光熙老师 您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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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看看这个词究竟怎样 几位往前看不能回头 这首歌啊 这怎么比较啊 让我说说几个字啊 七个对吧 七个 好的 七个字 也是一首歌名 看看呀 我得没收您的麦克风 有点那意思了 有点那意思了 七个字 一首歌 来 七个字 一首歌 真像 不能看 你不能看 表演的真像 我一点不骗你 演歌剧的吧 真的 表演力 我超觉 来 冯夕老师 你看看 七个字 一首歌 天黑了 小偷了 洗手 把手 把手甩甩 你这是什么呀 你这是 对 洗手 洗手 把身上擦 还别提开洗手 冬天里的一把火 冬天里的一把火 你凭什么知道了呢 你凭 天嘛 他觉得不 烤火是这样的 你在那儿干嘛 我刚才看到刘老师那点 他瞄着刘老师了 你会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吗 这是背翔的这个 对对对 您会吗 我只会那个调没词 你会吗 冰夕老师 听过没唱过 您会吗 洪秀老师 我唱过 但是也没有演出过 词背不出来了 没事 你把你感觉做出来一行 先感觉 要不要看看 要不要看看 已经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冬天我也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当你悄悄走到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哎呀 我觉得几位老师 在我心目当中 真的 跟以前我们可能 可能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 又活泼又可爱又幽默 还多变 那真的是 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这个节目吧 好啊 七十二变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叫邓传九 我叫张科民 其实刚才我们的模式有点独乐乐 什么叫独乐 自娱自乐 对 自娱自乐 因为这个是扑克牌和钢琴 非常小的东西 而且近景模术在舞台上演 你们基本上看不见 但是我们挺高兴的 对 我们很想这个过程 但是现在我们要开始 我想让更多人融入模术 因为我觉得模术是大众的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想请一个观众 上台来帮我 你觉得那个怎么样 挺好 那么就定那个 刘铭云老师 可以吗 我觉得刘铭云老师 玩我 挺帅的 刘铭云老师 而且今天这个模术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这个模术是从来没有竖过 因为也没有演过 第一次演过 你好 刘铭云老师好 你好 我是邓老师 刘铭云老师好 他是张老师 我是张老师好 这个模术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模术 首先呢 这有一副扑克牌 是一副非常普通的特殊牌 你可以看到扑克牌的正面 全部是动物 你们看得清楚 都是不一样的小动物 对 都是不一样的小动物 没看见 然后呢 一会儿呢 请老师随便选一个动物 然后我就会变成那个动物 我随便拿一个牌里的动物 对 我拿什么你不知道 对 我觉得挺夸张的 然后你就变成那个 对对对 你现在可以看一下那个动物 是不是 是不是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 很多人都 很多人都怀疑啊 说魔术师的身上一定有什么机关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想请你先那个刘老师 你来摸一下 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机关 你可以随便摸 我很享受这一刻 你可以随便摸 随便摸 你可以摸个肤子呀 对 随便摸 对吧 没有完全问题 没有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扑克牌 里面什么动物都有 你们可以看 是不是 每一张只有一个动物 对吧 没有一张牌 只有两个动物 对吧 然后接下来模式开始了 但是我怕 我在这变形以后呢 可能会在这里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形态的展变 所以我得找一个地方给躲起来 然后我在这里面变形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柯明 好 他要去变形了 您随意 随意点一张牌 随意点一张牌 慢一点 我要变形了 随便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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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拿一张 随便拿一张 每张都可以 每张 你就点一张就行 随便 这张 这张 好 你搬上 不要给大家看 不要给大家 这是一个秘密 不要给大家看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你可以看 你自己看一下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 对吧 那么多不同的动物 他随意 随意选了一张 然后我这个哥们呢 邓传九就会变成 这个动物 多神奇的一个魔术 是吧 你怎么样 准备好了没有 你看这个牌 你把这个手里的牌呢 你给所有的观众看 别给我看 给大家看一眼 大家就知道了 好吧 因为我们这个魔术 是从来没有失误过的 大家看见什么了 从来没有失误过的 这个魔术 因为呢 这个 我们没有失误过 那个 那个 如果你觉得气氛太紧张的话 你可以 先来一段音乐 可以让刘老师 也跟着配合一下 对啊 其实我弹钢琴 他门他牵一个葡萄树 哈喊哈喊喊里里刚发芽 我就陪着那种种的客呀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他说我上两只黄蜜鸟 哈嘻哈嘻哈哈在笑他 葡萄成熟海造的狠 咸得上岸还干什么 他慌我慌你儿 不要想和我爬上 他就成熟掉 都是我心中永远的大哪儿 我们为这款唱取名为给力 酒爱和喝 小矮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西班女后不要叫我小矮子 好吧 那小挫子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我 这是我给你的 站住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你要是男子汉 你就自己跟人家说 我 你什么你 你要再不说我就走了 我等会儿 我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那你能从前面发誓吗 我当然敢了 那我发誓 我发誓 我从见到你那一刻起 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你 每天都在想你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上课的时候 我都想着你 每次下课我都在那个厕所门口 等着看你的那个身影 你不觉得就你这个儿 有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我知道你是小花 但是只是此刻 如果我是癞蛤蟆的话 那你就是天鹅 如果我是王子的话 你也是天鹅 如果我是我 你还是天鹅 无论我是什么 你都是我心中永远的 大蜡 说什么呢你 不是 大蜡想说什么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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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你 我想听听你 你 看见我 你有什么 有什么感受 其实啊 人家早就喜欢你了 真的 那你意思说 你也喜欢我 你把眼睛闭上 我悄悄地告诉你 他让我把眼睛 我太美好了 你干嘛呢 你干嘛你 我把眼睛闭上 我来了 你们 我喜欢你 你给我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我 我给你 好久啊 不要你 你是我天边 最美的云 我都用心把你留下来 你留下来 你留下来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浇暖 他洗过的发现心中火焰 小矮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叫我小矮子 哦对 也不能叫我小矮子 嗯 好吧 大狼 不说还吹饼还在这干嘛呢 算了算了 这是我给你的 站住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你要是男子汉 你就直接跟人家说 我 我什么我 你要不说 我就走了 我 你等会儿 我喜欢你 你干嘛呢 你干嘛 干嘛呢你啊 大哥 大哥 嘿嘿嘿嘿嘿嘿嘿 麻呢麻呢麻呢 笑话也是你追的 关你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 怎么说话呢你 干什么你 知道他谁吗 还没没啊 知道我谁吗 李雷啊 你手中了 对不起啊 哥 行了 帮你别吹了 你干嘛 告诉你 高尔基曾经说过 是爷们就说三分话 七分唱歌打天下 没错 对 不平净周 一样都不如 行 好 那我先来 是七岁那年的雨季 有我们共同的期许 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 好 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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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愁 可是我很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我曾经忘了不朽 你何时跟我走 青春少年是羊羊红 可是太匆匆 等着 大哥杀手点 杀手点 你好 我也不逼合 孙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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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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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等到你了 那个 我给你的 这小妞不错 你们干什么 李远姐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给我闪开 小妞 你个死胖子 你说我死胖子是吗 是 我是死胖子 我这个胖子是暂时的 你这个妞是永恒的 你干什么 你说要干什么 怎么着 别废话兄弟 光天话这还有没有王法呀 是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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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嘞 福了不福 大哥太厉害了 太前面 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 你什么 我知道你不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你 但是咱们相爱之后 肯定会互相了解的 我对你是真心的 大哥 干啥呢 都等你洗澡呢 快点啊 哎呀 干啥呢 走啊 走啊 水水热了大哥 我老公 对 虽说比我小几岁吧 可人都说我们俩可般配了 怎么呢 俗话说的好吗 女大三抱金砖 没错 女大三抱金砖 要照这么算的话 我应该是抱两块金砖 还负一好几克 问你什么意思啊 行我年纪大是不是 行 我就算比你大几岁 你也不能让我的生活没有质量 对不对 不是你生活怎么没质量了 有质量吗 你每年过生日 你过生日那生日蛋糕上 那祝福的话 上面是不是都是用繁体字写的 繁体字就有质量了 它第一有质量 它第二 它奶油给的比较多 你怎么那么能算计呢 我算计 我算计是不是还每周带你到新发地农贸市场去shopping一下 shopping 你不如直接说去买菜 我认为啊 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好 那你告诉我 你心目中认为的幸福是什么 我认为的幸福啊 我认为的幸福就是每天我下班之后 到超市去买一块泡泡糖拿回家 咱老婆孩子仨人轮着嚼一宿 真恶心 不恶心 我先嚼 李明宇 去年我过生日 你是不是答应好了送我一笔记本 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 你呢 你有良心吗 我没送你笔记本吗 你送了吗 天地良心 何止笔记本 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 那个笔记本配置特别高 一百多页纸 全是A4的 你能不能不那么牛 我没你牛 哎呦 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人也送我一礼物 哎呦 里头装的什么不知道 光包装盒就太精美了 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就怕送错人 雕工大胶一个精美 着重的是 在上面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不是 那是你开玩笑的嘛 跟我爷爷那特别像呢 老婆 老婆 今天你过生日 我绝对给你一个大大大惊喜 你不是一直都想咱家买辆私家车 不想就每天上下班挤公交地铁吗 废话 谁愿意挤公交啊 我愿意挤公交啊 我超愿意挤公交 我跟你说啊 挤公交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方法 挤公交挤好了 同样可以挤出帝王之气来 我可以教你啊 挤公交怎么有帝王之气 一定要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上 那个是九五之尊的感觉 你可以幻想啊 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 一边是文官 一边是武将 站着的是有本要揍的 下车的是拉出去斩的 最盼着的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 每次嘖一脚急刹车 准有人给我跪下 然后心里要默默地说一句啊 爱情平身 不能说出来 说出来容易打架 我告诉你啊 就这我也不愿意挤公交 我就愿意开着自个儿的车 在路上把堵着 这样啊 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这样你把眼睛蒙上 我把咱家车给你开上来 怎么样 你说什么呢 李明语啊 我这有口罩 来来来 把眼睛蒙上 你没开玩笑 你说真的啊 大惊喜 真的蒙上 车给你开上来 我的天啊 蒙好了啊 往上提一提 对啊 惊喜 你这么多年的时候给我惊喜 可是你一直跟我开玩笑 今天 李明语 我太爱你了 老婆 你能听到这款车引擎的声音吗 没有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 这款车延续了节能减排低碳环保 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 从零到一百的提速 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 不是 那这 咱的车宽敞吗 非常宽敞 它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 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 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 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 全景天窗 视野非常的开阔 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 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 它没有前脸 也没有后脸 前后都不要脸了 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是尾灯 人还创新的在咱提车的时候呢 附送咱两个灯笼 天黑的时候呢 可以挂在前 灯笼 中国风的设计 没错 我喜欢 内饰豪华吗 内饰 它的方向盘 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 简约而不简单 手感舒适 操作性极强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后背向前置 超大的储物空间 触手可及 用一个字来形容箭纸 这简直是老方便了 不过呢 你可以把你平时经常用的那些假牙呀 假发呀 刮胡刀什么的都扔在里面 说什么玩意呢 在那啊 下手 座椅呢 座椅舒不舒适啊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跑车 前排主架座椅采用真皮材质 高低可以调节 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 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 自行调节温度 前窄后宽的设计 巧妙地符合了人体臀部结构 非常贴心 也非常的舒适 后排座椅 完美的金属材质 限定载客一名 集结能做俩仨人 这些都不重要 我告诉你 跑车主要看的是动力 专业 它的油门踏板 创新的采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 踩坏了一面 还可以踩另一面 最大限度防止了磨损 脚灯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 动力非常的强劲 而且有推背感 有人说像这种无机变速的车呢 可能非常的耗油 我觉得忍者见仁 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俩馒头 就什么都有了 不过最最重要的是啊 开这辆车千万别穿超短裙 那样是会走光的 老公 咱的车上保险了吗 上什么保险呢你 那丢了多可惜啊 你停车是不会注意点吗 你停车是要观察一下 周围停车场的环境 你可以有人的时候能看着点 没人的时候呢 把咱家的车啊 最好跟树啊 电线杆什么的锁在一块 这样呢既不会丢 它也不会倒 是吧 老公 我能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可以 是永久啊 还是杯哥啊 都错误 我们为这款车取名为给力 因为你不给力 它是不会走的 哎呀我去 真是辆自行车啊 你名誉我嫁给你这么长时间 你就这么糊弄我 是不是啊 你啊 你听你说什么玩意 我会讲解我 老婆媳妇站住 我知道 我不是那种一个月 能赚一百万 给你花十万的人 我一个月只能赚三千块钱 但是 我愿意都给你 人生啊 就像是一盘象棋 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族 我没有别人飞得高 跑得快 跳得远 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 我知道 咱家现在条件并不好 但你放心 我有追求 我更加有目标 你有什么目标 总有一天 我会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 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 李明雨 你除了钱 你还有什么 有骨气 老公 老婆 上车 好 你得给我当司机 你放心 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 上 等会儿 咱的车怎么保养 你个保养 你隔五十公里 你给我揉揉腿就得了 走着 走了 你还说老减肥 减肥你一点都不沉你 我还没上去呢 其实我一开始还不当回事 但越看心里越暖和 越看心里越暖和 三位老师看着看着 也特别有味道 对不对 特别生活 特别实在 真是个好小品 我就看进去了 从开始一直看到最后结束 还没看够 妙在妙在这个 意在不言中 那既然看了这样一个 有过爱的小品 我不知道 作为小辈 我能不能问问三位 长辈 三位老师 有关你们的爱情故事 我都脸红了 都不好意思 没他们浪漫 您最小 您先说 红继老师 我没有什么浪漫事 真的吗 您跟您老伴结婚了 我一直是在总终歌剧团 我们那时候就下部队演出 我自己就没事唱歌 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大概在我31岁的时候 我下部队去演出 去了三个月 回到北京以后 人家都回家了 有爱人去街道 吃来就接去了 我呢就一个人 回去以后 我那床上全是一层土 做得上一层土 我突然就想到 我应该有个家了 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我说你们都帮我找一个媳妇了 很多朋友就给我介绍 其中就有一个给我介绍一个 我一看挺好的 我说就他了 就订了 就结婚了 就这么简单 过了一年 过了大概将近一年吧 我们就结婚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到了我们一直到现在 多少年啊 现在是 我是72年结了婚 1972年 到现在 算迎婚吧 刚刚过了迎婚 40多年了 本新婚去了 没有 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誓言吗 从来没有 我连一朵花都没送给过他 您就是送给他的那朵最美的花 刘老师呢 您多少年了 跟爱人 我们大概就是筹备着过 那个钻石魂了 应该是吧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好像是 快60年了 是是 1957年 1957年 我爱人是个发剧演员 是中央系学员的 在那个60年代 那时候大家都很艰苦的时候 很想啊 送点什么东西给彼此 有一次我们俩就分手 演出去了 他是到东北 到那个 虎林啊 什么那个 就是中俄边境的那带 那个原始森林 那时候到那边也是去 慰问部队演出嘛 结果有一天 有一封戏里边呢 结果我夹带了一个 他从那个 原始森林里边 那个画树皮 画树皮 炫下来这么一片薄薄的 那个很薄的 都透明的那个画树皮 在上边写了一句 祝福的话 写什么呢 写这个放在信里边 我想你 差不多吧 脸都红了 你看刘老师 这个那时候 我是正在海南岛 这边演艺 一南一北 我就想 他给我寄了一个 北方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小东西 但是很珍贵了 我这能有什么呢 想了半天 他大学生 正好是漫步 就看见 用那个椰子壳 打光了以后 上边他们刻了字 这个图上的色彩 所以很漂亮那种椰子壳 底下有托 我就带了那么一个东西 从海南带回来 送给他 作为回证 所以我们的浪漫 也就只此而已 这就超级浪漫了 一南一北 无论身在天涯海角 都惦记着对方 真是 那您也是钻石婚了 我跟刘老师 都是57年结婚的 大概再过三年 就是钻石婚了 这个说来话长 整整60年前 有一次我唱歌的时候 旁边有个小孩 在跟着站着 不是怎么着 我说这大概是 命运的安排 我看见他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第二天我就跟我 一个朋友说 如果昨天我看你一个人 大概将来我得娶他 一见钟情啊 真的 就是这样 是您的观众是吗 您不认识他 合唱队的队员 他说您是一见钟情吗 没有没有 他没感觉 您对他是一见钟情啊 因为那时候他才上中学 我也不敢太鲁马 所以后来 等他长大是吧 后来一直到他大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呢正好 响应毛泽西的号召 这个知识分子 就跟工农兵结合 我就报名 当农民 走的那天 走的那前一个礼拜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 咱们结婚吧 他说好吧 就这么就应了 对 那张相片 穿蓝 红裙的那张 就是在北海 我就剩这么一个底板了 叫别人给拍的 1959年的照片 这姑娘年轻就太漂亮了 这姑娘 右边这个就是我们金婚的时候 拍这么好 金婚照 现在就等着拍 2007年 我今天带来一个 唯一值得纪念的东西 给大家看看 就是我们俩认识之后呢 他觉得这人怎么了 后来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送给我一个老寿星 写的1954年11月15日 哎呦 对 这个特别 1954年 光西 浮如东海 寿彼南山 紫薇 他叫紫薇是吗 他叫王紫薇 哎呦 他怎么有一个 这么美的名字 紫薇二康 紫薇 哎呦 我什么时候能把这几个爱情故事 编成小品战士在舞台上 那就好了 谢谢 谢谢几位老师 我知道几位老师都有各自的爱好 特别是杨洪基老师书法写得好 对 但我们这可有绝技绝活 您来满堂彩算是来着了 您可以看看 这个绝技绝活 是不是能入各位的法眼 来一起来 看看这段绝活创意绘画 有请黄丰蓉 大家看像吗 天也行 地也行 春光更 找点儿 整个色 打开中央 三套 让他给你喝的乐 喝 香蕾成小 美如胆心 大舞上 没抽 我爱满堂 开我就爱乐 喝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黄先生在上面忙活半天 但是您不仔细看还看不出个端倪来是不是 你怎么能让我们立竿见影的看到些什么呢 这张画 这种画是比较独特的事 最后的点睛之笔一定要你们完成 一定要本人来完成是吗 我们三位一起 三位一起是吗 对 来 好 来 大家喊 三 二 一 像吗 像 大家说像吗 这个是刘老师 这个是李老师 这个是杨老师 对 是吗 对 精彩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真好 但是真好 我觉得信捷我也要让她体验一下 我也有吗 对 对 信捷呢 现在你的精工很少 可是你要感受一下 很少什么完成你的自己 这是你事先做好的事吗 对对对 你还是要要要要 动作要 对 怎么样 像吗 我拿着我拿着 大家看像吗 哎呦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画 天呐 谢谢 谢谢黄先生 谢谢您 我最后特别希望每一个老师 用一句话告诉我们 您的青春秘诀是什么 刘老师 我的养生秘诀是 从年轻到老年慢慢体会出来的 所以非常的珍贵 唱歌 年轻 唱歌年轻 李老师您的不老秘诀是 17个字 教税足 充电 使拉镜 排毒 多运动 生命在运动 少生气 生气容易得癌 最后五个字是 争取有点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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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细老师 不老秘诀 我只有四个字 不断追求 不断追求 看这几位啊 让我想起了我采访了一位 一百多岁的老人家 我说您的不老秘诀是什么呀 您保持青春的秘诀是什么呀 他告诉我六个字 坏记性 好心态 忘记你所有的烦恼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哎呀 真的 我觉得今天有一首歌特别符合现在的场景 那就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让我们在三位不老神话的歌声当中 感受您的年轻 感受您的快乐 有请三位老师 再过二十年 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 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 地也新 城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 处处增光辉 要靠我 要靠你 要靠我们 发生年轻 幸福一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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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别忘了我们的口号 我爱满堂财 快乐滚滚来 我们下期再见